那四線型的交易我把它分成幾種 第一個我們要想到說 我們波動怎麼去判斷 我們如何知道說 波動會來了 波動來的時候你要交易要積極 當沒有波動的時候 你交易要節奏要放慢 然後部位也縮小 甚至你選擇休息也可以 但是大波動來的時候 你交易就要變得積極一點 然後你的周轉率要高一點 那這個就可以創造你的現金流 這個對於一個期貨的交易者是很重要 2000億以下的成交量 成交金額是已經常態 未來一定還會出現更低的量 一定會出現更低的量 所以各位 如果你不是專職的交易人的話 我是奉勸各位 不要做 不要做 就不要做就對了 把你的現金留下來 年底再來買 或許啦 你或許買不到最低點 但是你可以避開很多風險 因為未來 9月FED連者會要開會 11月要開一次 12月要開一次 所以未來還有三次的連者FED的會議 如何升息 我們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預期的是 至少每一次都會兩碼 至少每一次都會兩碼 因為今天是8.5 8.5也是算高啊 這是營養最大的 烏二戰爭營養最大的是什麼 那個 油 清原油 天然氣 黃小玉 這些商品 都陷入的 那個橫盤的整理 就是 它不再創新高了 不再創新高代表 CPI 再創歷史新高 應該是不可能嘛 所以今天的CPI 沒有突破9.1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的數據 但是 這個8.5 是不是 會讓 FED 做更強烈的 那個 升息動作 我們就要看下個月了 所以這個 這個反而是比較重要 我覺得在總體經濟面 那個利率是很重要 而且我們還要看到一個 一個數據就是 美元指數 美元指數它從 109 那個回檔到 105 106這邊 又橫盤 所以未來美元指數就變成 很重要的觀察的 市場 指標 所以我認為在這裡 絕對 不是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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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經歷過兩次 橫盤 一年半 第一次一年半 第二次兩年 所以我才跟這些我們 這些年輕人講說 你不要期望 今年可以像去年那樣獲利 也不要期望每天都可以賺錢 你要 你只能求 每天能夠賺生活費 可以活在這個市場上 你已經是萬幸 你只要度過這個 小坡洞的時期 你只要不輸 過了一年兩年之後 你一定會贏 因為你學到一些 交易經驗你還活著 最好就是 賺到生活費 也賺到經驗 然後你活在這個市場上 然後這個 低坡洞過了之後 大坡洞來的時候 你又跟著順風車 又開始大賺 又可以 達到另外一個 人生的交易的巔峰 所以我都是這樣講 這個 就是沒有破洞了 反正 這個 現在就是中年大叔操盤法 年紀大了 一天一round就好了 然後 只選一個方向 只選一個方向 開低就多 開低做多然後 手100點 都是這樣子 只要他是橫盤 台子開低 你做多手100點 那個 來的機率很低 除非他的是空投的 趨勢性很強 你看 這一波 一反彈上來就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 交易的節奏要稍微 改變一下 所以 現在交易 台子當中 不要那麼積極 自由人擅長我覺得 我能夠 我能夠引的地方就是 季節性的循環 那或者是景氣的循環 我在景氣的相對低點 買入股票 在景氣的相對高點 賣出股票 這樣的 長線的持有 你的勝率會比較高 專職的交易人還是可以這樣做 自由人也會這樣做 今年年底自由人就會做 主要要講的還是在台子 當中這一塊 你要懂得 什麼時候要很積極的做交易 什麼時候要 放慢交易的節奏 縮小部位 然後 適當的停歷 然後每天 賺生活費 就休息 等待大波動的來歷 事件型的交易 當他事件 事件 出現 然後 然後那個題材不見的時候 各位要記得跑 因為 他只是一個題材 他要被實現 我不知道 5年後會不會被實現 難嘛 10年後呢 不知道嘛 所以 各位要記得 事件型就是 發生之後 價格的動能 量能不見的時候 價格停頓 或是他的成交量 萎縮的時候 你就該 走了 這個就是 各位 一定要 記住這個現行 他會 常常出現 一直出現 如果你 不是專職的交易人的話 就跟自由人 那個第四季再來買股票 也不要全買喔 因為我們還要留一半的資金 明年年底再來買 那買了之後呢 就跟自由人 放個 5年 那如果你是專職的交易人的話 我就勸 就是 部位縮小 把你的交易的節奏放慢一點 度過這一段的 沒有波動的時期 如果你去年賺的 賺得不錯的話 今年就 就稍微保守一下 守住的話 我相信 明後年應該會有 會有不錯的行情 讓我們去等待 好 我希望你去年賺的 我希望你去年賺的 財事 我希望你去年賺的